Hello, 大家好, 来到10月29日, 礼拜二的凌晨时分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桑普频道, 留言, 分享, 订阅,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看完这段片 以及利用Support Thanks Function赞助支持, 今天本期间多谢各位 很多谢各位, 这段时间差不多整个月以来每一个日子都不离不弃在这个时间 我希望大家给多一点意见, 我知道有一位朋友先指声明先, 有人说 听到叮叮声, 因为他在美国开车, 突然之在叮叮声, 还以为后面有人叮叮他 说真的, 我这个地方非常安静, 因为六一的时间是凌晨时分, 凌时时分, 将温暖留在你心 我绝对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叮叮声,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错, 或者听其他节目会导致这样 如果各位有听到叮叮声的话, 我会看看哪个位置, 哪一分钟,哪一秒钟有这样的情况 另外就是说, 今天都连续做了好几个节目 在外面做, 我们用华语讲日本和美国的选情 日本的选情我们稍后再分析, 这一节我们先讲美国选情 美国大选去到今时今日, 踏入到10月29日 剩下多少个日子呢? 8日时间, 前后8日时间 就已经去到这个美国的决选日, 就是Election Day, 也是Trump 说的Liberation Day 结果呢 将会在决选之后逐渐出路 我相信在当日呢, 我也都会在 小川台湾Plus, 就是另外一个在台湾的一个自媒体的节目里面 起码当日会出席有关的节目 去跟大家讲有关的 开票结果 但是千万不要有任何期待 11月6日 台湾时间 会有任何的确定的美国选举结果 肯定有部分州 包括摇摆州, 尤其已经先知声明10至13日才开完票 结果阿里桑拿州呢 不会那么快有结果的 甚至Nevada都会很迟的 换言之 除非Trump的赢的气势非常明显 否则的话呢 我想都不会说那么快会有结果的 那么 是爷非爷到时才讲啦 但我就说不要有太多的 期待 很快会有结果 甚至要等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才有结果 Liberate 我们不喜欢这个美国的 选举制度 但是这个选举制度 当然是需要改革 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 希望 美国的选举避免舞弊 避免认知战 避免暴力动乱 三样东西 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一个民主的选举 勝就勝 输就输 但是 赢与输 一定是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之下去做 我们要如果有任何的怀疑 对于选举华尔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来处理 之后当合法合理的方式处理不到 才有公民抗命的必要性 那我这件事是 一步步来 我们不可以 就是说 要煽动大家做动乱 谁在 选举完 第一时间搞动乱的那些人呢 我相信是一些左派的人 那当然右派的人会不会这样做呢 我不能 rule out 这个可能性 但我看这么久以来 美国很多的历史 都要小心这件事的重重复复 希望大家 知道美国需要团结 需要互助 而不是需要 分裂 这件事很基本的 我们有不同的人的支持 不同的人的意见 但最后美国都需要团结 那么在美国团结之下 台湾会受到 很大的恩责 那么台湾最重要的就是 内神通外鬼 我们不单止受到中共的这个威胁 而且不止是武嚇 甚至是滲透 三战 法律战 舆论战 心理战 不断通过不同的方式滲透 由于麦特洛伊木马滲透的地方 中国国民党 台湾民众党 全部都是中国党 对抗现在本土的势力 而不单止政治的争议 很多人的民防国防深防得不到位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问题 我们如果自己都不能够急起直追 能够靠靠别人 我们不断地看到有那么多中国的 代理人势力在做事 那还行吗 以香港为教 台湾可以知卿体 我们希望知道 台湾要紧守我们国家的 主权 专严 生活方式 自由民主的 价值 这点是重要的 好了 讲回去 美国大选 特洛普 在27号 星期日 在纽约的 Medicine Square 就是Medicine Square Garden 麦迪逊广场花园 他行大型的竞选集会 号称吸引超过2万名的支持者到场 因为整个麦迪逊广场花园里面 就好像 我想他的规模是两倍的 红岸体育馆 大概是一个 小巨蛋这样的规模 这样的情况 台北有小巨蛋有大巨蛋 大巨蛋就是可以打棒球 小巨蛋就不是打棒球的 音乐会的 OK 那么基本上大家知道是非常庞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complex 那么 大家知道拒败了2万2名 我知道大概容纽到1万9500名的 所以我想是2万名的塞爆了 坐满了 甚至有人要站 那场内塞满了之后 场内的容纽人数 已经达到上限 数以千计的支持者 即是千计万计的支持者 只能在管外的 透过大型 大型的 大型的 熒幕 看特朗普的演讲 甚至去到旁边的 一些酒吧和餐厅 去看直播 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报道 现场一名警官说 特朗普已经讲前三个钟 也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半 因为点讲是7点半开始 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半 Medicine Square Garden已经大门关闭 估计有2万名的支持者 被拒于门外 入面2万人 外面2万人 是几个万人空巷 支持者四方百面以来 有个支持者说他排错队 等我两个钟都未能入场 他说 不要紧要的 我参加过其他Trump的Ready 错过一场都无妨 被拒绝入场的支持者 并未因时取上 去到旁边的酒吧餐厅 在Medicine Square Garden 对面的一间 Aventina Bar 也有很多带着 Mega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的支持者 就是这顶 非常好 OK 一起 一边喝酒 一边讨论Trump的演讲 热闹非常 一名不开名的当地餐厅员工说 这帮客人和名常一样 他们要求将所有电视 都转到集会直播 我还被叫了一次 Mexican 基本上是全部看直播 大家玩T城 很多支持者不畏严寒 排队等待入场 对场外缺乏流动的厕所 没有公事 表示不满 甚至没有人随地解决生理需要 造成场面混乱 为什么呢 刚刚说过 26号 26号 就因人排队 一个是一个 back to ground state 但是 Trump 选择在这个地方 进行集会 他显然是意图吸引媒体关注 增加新闻易度 因为大家看网上的东西 你和我都是在看YouTube 在看Truth Social 在看X 所以大家看这些东西就知道 Trump的东西不是说他在哪个地方做 这么简单 也说 这件事是全世界有网制网络的地方 另外Trump也希望 借这个集会提升其他共和党候选人 在竞争激烈州的选举 争取那么多的宣民支持 其实是为其他人付选的 我会觉得参议院的这个选程已经很稳定 八成半机会 51比49共和党会赢 但是在众议院 都是55 互有进退 所以共和党 是不是能够夺得众议院是关键的 万一Trump赢了 参议院赢了 而众议院脱落的话 很多法案都通过不了 因为 都要两院同时通过 所以这一点是Trump 比较要去 着重的一个问题 Trump乐观表示他有信心 可以take New York 拿下纽约 但当然很多的民意调查 就不是这么说 你问我 就是做个评论 客观来说 机会不大 但是会不会等于说 他在New York的支持率 会比以前增加 会 甚至明显增加 但是他会不会拿到New York 难 就是等于你说要拿到California 难 但是我知道很多 在看这个节目的人 我自己问过 有些人统计过 比如 香港人 移民去美加 温哥华地区 20万 多伦多地区 30万 这个就已经50万 加拿大很多人 美国 或者这个九金山 就是三藩市 或者洛杉矶 基本上 都已经10万人 OK 那你10万人来说 如果他们在那个地方住 不在其他地方的话 就很难了 就是基本上加州 很难翻红 但是很多人都 写回很多的message 给我说 我在加州 我依然会投Trump的 我会非常支持 这个就是忠于自己 Be Honest and Loyal to Yourself 就是有些人不支持我的 不支持Mega 那你就honest be yourself 你投那个垃圾 我都不想劝你们 去投Trump 即是叫下从不可与兵 那各走一边 那你知道自己 怎样走 在民主社会对面 我尊重你的抉择 但我基本上 我不同意你的抉择 对不对 另一方面 我们会看到 10万人在哪个地方 由纽约 New Jersey 到Virginia DC Viladelphia 一直到 Arizona Florida Texas 我认识到 有个人 我认识到 很有趣的地方住 Montana 所以呢 不同的人 都 散居不同的地方的 所以你们有票 记住要投 你们的票 票票都重要 Vote early 亲身 现在的实体 我不喜欢实体 亲身 Vote in person 去投票 有些的州 很快就会结束了 就有几天的冷静 11月5号 再开放 亲身的投票 其他人 趁是邮寄选票 每个州不同 邮寄选票 亲身投票 截止日之前 尽快作出 决定 我知道好几个州 我认识 我认识的 有些人 都说 投票 提前投票的时候 排队排到爆了 要等好几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钟 才进入投票 提前投票 都是这样 正日会怎样呢 为防 正日会生变 一些不可测的 X factors 希望 提前实体 即是亲身投票 是重要的 特朗普 今次都在 Medicine Square Garden 的Ready里面 重申这个要求 希望大家 呼吁大家 Vote early 特朗普并非唯一 在北利州份 居行集会的候选人 当然卡玛拉 亦都去到 26号 星期六 在长期共和党票仓的 德州侯斯顿 Houston 造势 27号 特朗普在纽约的时候 卡玛拉 除了Philadelphia Pansylvania的重镇 在做宣传 去看那些拉丁瑞 波多黎各餐厅 自己都看那些 我没什么兴趣过 你找作家评论 和你慢慢 包容一下 卡玛拉 但我对他 完全没有兴趣 这一次Trump的集会 邀请了很多Trump的 铁粉登场 包括了 太空与电动汽车领域的 领袖马斯克 Elon Musk 生物科技创业家 Vivik Ramaswami 和共和党 副总统候选人 J.D. Vance 等人 当然 闪亮登场的 左边位 灯灯灯灯灯 当然 不是汤珠灯 是梅拉尼亚 这个 他的太太 Trump的夫人 也是前第一夫人 也是未来的第一夫人 梅拉尼亚 闪亮登场 Melania Trump 在那个时候 首先大会进行了 大概四个小时 Tesla的CEO Elon Musk 是负责介绍 Melania Trump 去登台的 闪亮登场 Melania就说 几个世代以来 纽约培养了美国最无谓的 领导人 他们改变了世界的进程 而纽约市和美国需要恢复这个魔力 Melania就说 梅拉尼亚想象一个美好的美国 让我们怀着建立在美国伟大之上的共同远境 共同向前迈进 让我们捉住这一刻 为明天 我们应得的未来创造更多的东西 跟着Melania说 让我们欢迎 我们下一任的 Commander-in-Chief 三军统帅 我的丈夫 Trump 总统 President Trump 除了Trump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 和掌声当中 上台 拥抱着Melania Melania 亲吻她的念客 之后看着观众 Trump说 我们很高兴 我的美丽的妻子 加入了我们 并提到Melania 9月出版的新书 非常好 Melania在Trump这次竞争活动中 很少公开露眠 只是出席了7月18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RNC 而Trump在7月被枪击之后 更加发表声明支持Trump 9月推出新书 接受Fox News的采访 而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报报道 27日在默迪逊花园举行的活动中 是梅拉尼亚 今次大选 第一次 在Trump的竞争活动中发表演说的 所以这个是闪亮登场 也都是 临近到选举前 8日时间 即是 决选前 8日时间 作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 情感上的一种冲击 我相信很多人 都有 同感 是这样看待的 这边商 这边商 是非常 非常热 另一边商 又如何看这件事呢 很值得去看 尤其 卡玛拉 好像很多哀兵 在抢 好几件事 可以跟大家说的 第一件事 就是他 跟拜登的关系 OK 倒数8日了 卡玛拉 和拜登的关系 越来越冷淡 很多支持人士透露 尤其通过左交媒体 Axios 这个网咒 卡玛拉阵营的支持率低迷 认为支持低迷的拜登 恐怕成为卡玛拉 选情的负担 但又不愿意直接回着这位81岁的老长官 拜登团队已经预留多日行情 期待为卡玛拉站台 但卡玛拉阵营总是以 再研究 Let's see 再研究作为回应 至今未安排 拜登为卡玛拉正式同台造势 一位支持人士形容这就好像一场缓慢进行的分手戏码 卡玛拉团队虽然尊重拜登的付出 但不愿意在这个关键时刻和民调持续下坏的时候的总统 过度连结 免惹惹上身 嘿 松开啊 这种这样的看法 根据民调分析网站538的最新数据 拜登的支持率只有39% 39%总统 另一位支持人士更加直言 他让人回想到过去四年的包袱 而不是卡玛拉所主打的改革未来 这些全部是左交的说法 卡玛拉难道前面四年没有角色吗 波德萨 他所有的决策 she is in the room she is last in the room 他自己说的嘛 他有参与所有决策 难道过去四年三年半以来的所有决策 卡玛拉没关系吗 欧乌战争 以下冲突 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 北韩问题 中国问题 威胁台湾 他没关系吗 这么多年来 是不是 Free Jimmy Lai 很多人外面就外面讲 包括我的很多人 但是美国的拜登总统第46任总统 和副总统拜登 卡玛拉做了些什么呢 特朗普 蓬佩奥做了些什么呢 张张慎明 我都讲多一次 Hugh Howitz的专访 电台专访 请再讲一次 Hugh 这个是 first name last name h e w i t t 自己去 停了隔 再看回我读的文字 search在网页上 看回当时的 逐字稿 和youtube 他就知道 我再讲一次 Trump 100% 会打电话给习近平 呼吁他放了 这个黎智英 而100%有信心 他能够很轻易 使得 林黎智英 获得食货 这个基本 OK 他会说一定是这样做 不是可能 是100% yes 你信他也好 不信他也好 他讲过这番说话 你不信他的 你信一个完全没有 讲过这番说话的 卡马拉 你觉得这是一个理性的抉择 还是你信Trump 为救了黎智英 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尽一些 而为救黎智英 为了这些人去 帮忙 黎智英只是一个开始 香港和全世界做多少政治犯 一个一个例 但是当年 黎智英先生 怎样重视 和Mike Pence Trump 蓬佩奥的关系 余茂春的关系 大家很清楚 我是心怀感激 Trump今天没有忘记他 而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继续 需要说 也多谢主持人 能够提出这一点 我都很 觉得很不解 为什么这么多的香港出了去 号称民主派的评论人 不讲这件事 我不是逼大家讲任何一个主题 但是这么重要的主题 应该是 今年里面 很重要的香港主题 竟然没有人讲 年轻人组成的团体 不讲 是不是 KOL的评论人 不讲 而他们四年来做到的事 有什么是progress 而未来这个progress 是属于 当事人的手上 为什么不讲清楚 说明白 这点是重要的 台湾还有很多人要获得释放的 富察 八旗文化的社长 杨智渊等等人 亦都是被中国捉了 他们就是 当年的李明哲 李孟居 今天他们被人捉了 是不是要呼吁他释放呢 台湾要重视这一点 不只是例子 那么简单 而是特朗普愿意 人权外交 这点是重要 OK 特朗普也都说得很清楚 学习 McKinney 我上次都说过 关税 才是 王道 Tariff King 就是McKinney 后来 魯罗斯福转向 Federal Income Tax 其实觉得 没那么好的 我说过这个 随时代的不同 有不同的策略要应付 今时今日 美国是差不多回归到 保护主义 和关税的原则 这一点对美国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对于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OK 你说卡马拉 不背四年来的包袱 被拜登背 是不是通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策略 拜登阵营近期转向 转趋强势 上个星期突然宣布 独自前往 宾夕凡尼亚 的Pittsburg造势 不知宝 令到卡马拉的团队 措手不及 完全没有协调 卡马拉正阵营在26日 星期六公布的行政当中 详细列出多位重量级 助宣人员 包括 Kerry Washington Hollywood的女星 Michigan的 撒根洛市市长 Brandon Moore 和 运输部长 Pitts Boudicic 他们全部 都列出来 但没有提拜登 除了卡马拉团队的 冷淡回应之外 拜登近期也因为 一些系列事件 引发外界对他影响来的担忧 这个礼拜 新海报12 也就是New Hampshire的一场影响里面 拜登脱稿表示 Lock him up 必须将特朗普关起来 虽然立即更正为政治上的关起来 但已经被共和党抓住机会 指控拜登政府对特朗普的起诉 带有政治动机 另外拜登团队先前也因为 未事先通知 令拜登 似独自前往白宫 简报室接受 记者提问 无意中 抢了卡马拉 在Michigan活动的媒体版面 造成卡马拉团队的不满 6月 与特朗普的辩论当中 拜登当时因为 被迫退出 被迫退出这个总统大选 显示出 二年81岁的拜登 在演讲和沟通方面 已经出现问题 我看到很多人已经脱了牙 越来越多这些地方 而民主党内部消息说 Wisconsin Michigan 宾州 Rush Belt 关键摇拜州 铁兽大 选情日吹奸群 这些传统的Blue Wall 南长州 尤其2020年拜登赢了这三个州 所谓赢 赢了这三个州 基本上到今时今日 开始 吹瓦了 滑瓦了 当然这三个州 Blue Wall 或者叫Rush Belt 是对 卡马拉非常重要 另外还有 阳光大 Sun Belt 的 亚里佐纳 Georgia 和 North Carolina 这三个州 选情不振的情况之下 多位核心的 卡马拉莫尼表示 私下中坦言 最终胜负 可能取决于 Michigan 和Pansylvania 但是他看不到 这个就是 因时的情况 OK 这个第一件事 是对于 这个 卡马拉不利 第二件事 是一个比较深层的讨论 卡马拉经常说 Dei 就是多元平等包容 试图 引入种族性别议题 在任何的情况 他四年里面做副总统 无论外交简报 外交情报 到COVID-19 中国病毒武汉肺炎 全部都 巨峰救灾 全部都要将 Dei 多元平等包容包进去 这些多元平等包容 听来很好听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其实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是一种 叫做 种族斗争 性别斗争 环境保护斗争 的一种旗次 只不过打着 多元平等包容的意思 习近平就说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就是说这些东西 中国都有民主的 社会主义自由有自由的 社会主义法治有法治的 中国特色的 这些这样的说法 方言即真理 战争即和平的说法 始终1984 George Orwell讲的东西 什么叫做多元平等包容 就是说 你看看他怎么去做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New York Times的报道 多位官员和幕僚匿名透露 卡玛娜在刚上任不久 就对情报报告中 描述两位世界 世界女性领导人的方式 提出异议 对这些女领导人 说他的形容词 很少用来描述 男性领导人 就是他这件事的话 你说唱衰女性的这些人 没有这样好地描述 男性的这些人 那种 你不说这些 证明你对女性有歧视 他要求所有简报的官员 仔细查阅多年来情报机关的简报工作 寻求支持他主张的证据 我先给你一个conclusion 你帮我量点推论出来 告诉大家 原来全世界歧视这些全世界的 女性领导人 先有结论 然后叫他们找证据 整班那些官员 各个做 帮他做完 他自己都不 官员自己都觉得 荒谬的东西 一名不愿据名的 不愿据名的 资深情报官员说 他们只是找到一些有问题的 辞会选择 没有发现任何性别偏见的模式 由于这个报告属于机密文件 因此卡玛拉提出的 问题词汇 就是problematic vocabulary 始终未被公开的 这些全部都是 叫做unculprit 就是说 今天我要告你这个 钟佩权 立场新闻 林少彤 47人 黎智英 戴耀廷 黄之峰 还有你周恒彤 还有你 所有职工文学教协 告一大堆 告完之后就说 你帮我找证据 我就说他在性别 种族方面 尤其是 找他有问题的辞会 看他哪一篇文章有问题 屈他 搞他 对的了 种族斗争 性别斗争 环保斗争 再加上阶级斗争 四章斗争一起来 这个就是 新旧马克思主义汇聚一楼 行不行 不行都要说行 说是行 你找我找证据 说明是行的 例如我搜据 说什么有问题的 找我一些问题辞会 告他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国安法 煽动意图罪 告我23条立法的违反 所以你们全部的人 这些和港共 中共有什么根本的分别 我真的有很多人害怕 报道又指出 都尽管 就是 多元平等包裕 平等 他就说 equity equity和equality 有什么不同 equity基本上要是 齐头式平等 equity就叫做 机会平等 我们要的平等是 人与神的关系平等 我们的人权平等 而不是说 你黑人 你 炒这个 虚特币 这个 虚拟货币 包你 你可以有机会 娱乐用大麻 你 儿子 考试 数学不够 不要紧 黑人 被历史的原罪困扰 得 卡妈拉帮到你 数学 免事 白人 亚裔人士 一定要考数学才入大学 你入大学 不用 不用考数学 行 保障名额 我问你 那些黑人会怎么看你 开始说是stupid 第二个 想想 你会当我 受保护动物 说我白痴 变相说我一句白痴 这样的做法 就是 equity 很多人害怕 比如在COVID-19 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 卡妈拉当时做副总统 现在也是 当年他不断要求 幕僚将疫苗接种数据按人口统计细分 要将疫苗接种数据按人口统计细分 你分种族 你分性别 OK 你分血缘等等 去尋找任何差距 然后找到蛛丝马迹 就说 我们要有些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平权措施 来处理有关的问题 这就是他们这些极左派 常常说的 这种要求非常频繁 以至于卡妈拉的顾问会事先准备了各种问题的答案 例如不同国内问题如何影响女性和种族少数群体 所以他罪在旁边的那些 就越来越交 物以类罪 一位不怨巨名的前助手表示 他一直对种族和性别问题很有兴趣 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他尼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主动 将这些内容加入他的简报之中 他不需要再问了 去到两年前 2022年 台风 伊恩就是重仓佛罗里达州之后 卡妈拉在华盛顿的论坛上表示 我们必须以公平的方式处理这件事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根据公平性来分配之约 即是说 今天黑人 睡多些 Hispanic 睡多些 白人男人 先死开 亚裔人士 先死开 黑是原罪 是不是 Hispanic是原罪 可能印度裔也是原罪 给你这些东西 公平性 这些东西 公平 不是说一人要拿一件 不是因为按照你的需要 是按照你的种族 性别 环保主义 来分配资源 再次讲阶级 来分配资源 这个就是共产党 这个就是社会主义 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杯胎 其实不是说你一定要极权专制 他的杯胎就是从 人与人之间的永恒斗争开始 缺乏终极信仰 而信仰人的这一套所谓的 equity的观念 开始 他不明白 一个社会里 是要follow law and order 众生平等 不是说你生而平等 然你和上帝的关系平等 你的人权 是平等 而他将人权过度 扩充去到什么呢 就是说有些人的人权 比其他人更有人权 黑人 男性 可以 向卡玛拉 以后他当选了之后 100元贷款创业 20万不用还 OK 另外就可以去刷cryptocurrency 不用选手的 其他人不行 如果我是生理王 心理黑 不知道不行 另外就是 就是刚刚讲过的 就是 娱乐用大麻 被黑人 有优先权 去做卖大麻的行为 这个就是卡玛拉 好得人的 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 Rick Scott 等共和党人对他的言论 做了猛烈的批评 而纽约时报也透露 卡玛拉的公平理念 甚至延伸到国外 他关心性别不平等 对于非洲 东南亚加勒 加勒比克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机构的影响 尽管他推动这个公平理念 但是 一去到选举 他刻意回避 DEI 所以他极左派的东西 粉色 涂抹 完全不说 所以他正刚度 刻意不说 所以他才得人惊 万一他真是就任 当选 结果是什么呢 这些极左派的东西 就会重新出来 美国可能会 万计不逢 美国不是忙于 他抗中共的强弱 不是忙于 他挺台的强弱 是忙于内部这些 这样的 极左派的观念 圈销 推翻了美国原有的传统的价值 然后 这些地方会逐渐将美国 步入一个新社会主义的道路 American Marxism Mark Levin有讲过书 很多的中外的 一些人也都讲过这一点 所以 他避免极左派的时候 其实他本身 我很担心 当选之后 我会很担心 即他会成为 极左派的重要人物 这一点呢 是我不能 不寄予一定的疑虑的 这一点希望 我先指声明先 当然 去到今时今日 这个 第三样东西 卡玛拉不利的 就是《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这个对《华盛顿邮报》不利 因为打破了过去36年来 为民主党候选人 endorsement 就是做背书的惯例 罕见选择保持中立 事后 不仅员工公开表达愤怒 还有数千名的读者 取消订阅 包括了 知名的作家 Steven King 他有很多的愿意小说 就是那些魔幻小说 写得很好的 另外强烈反川普的 前共和党众议员 Liz Chene 亦都是 取消订阅 亦都有几千名的读者 取消订阅 因为华有的老板 Bezos 即背左思 指示 不可以 替这个 Karmel 背书 当然 华有的员工 深深不分没用的了 因为老板 就是Bezos 就是Amazon的老板 所以你想想 这一点 是 很清晰的 部份华有记者 在社群媒体上呼吁读者 不要取消订阅 或这样造成会 损害新闻媒体 追究当权者责任的能力 其实这些华有根本不是追购当权者责任 今天就做fake news 是不是 还有部份的读者 网上呼吁 抵制Bezos 近年一个事业Amazon 取消Amazon Prime 账户以示抗议 那你不是去抗议 当然有选择你的自由 有些人喜欢黄丝 喜欢蓝丝 你自己选择 保佑你的自由 但我只是说 今时今日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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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做 华尔街日报 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家很清楚吗 第一 不要压保 不要压住 第二 他都顶不住Karmel 如果那么喜欢Karmel 他就压住了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深层政府知道 华尔街集团知道 直谷集团知道 和 荷里活集团知道 你极左派的话 是不利于自己的 所以以前 民主党这个左派的光谱 起码建制派会稳如泰山 今时今日 这群建制派后面那群人 由George Soros 一直去到 Hillary Clinton 奥巴马 一直去到其他人 一直触拥着 哈利斯 Karmel 以为可以 顺服他 最后 一旦他当选 这个极左势力 美国 马克思主义的人 他会不会再听这帮深层政府 亦是个大问题 华盛顿邮报 看不到吗 看得到 而更重要的地方 特朗普赢得 你是否想跟他搞坏关系 最后 很多东西他都顶不住 整帮 fake news media 继续搞那么多东西 所以看近几天 尤其是 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 等等的东西 New York Times 刚刚读的 有一种 向中间靠的倾向 你自己看一看 我会发现 这个是挺有趣的 一种转变 很多阴谋论 他不会说了 所以自己去想 独立非盈利的网络新闻媒体 Houston Landing 的CEO Peter Bhattier 亦都是说 长远来说 不为特定候选人去背书 即是 保证 不能够说 不是 即是说肯定是一种 讨好某一个候选人的行为 这个实在是太不幸 应该是深远的 即是说 你不支持卡玛拉 即是支持特朗普 这样的说法 这个真是 忽的 不过 一些媒体观察家 表示 一家报纸对于 总统候选人的背书 能够发挥几大影响力 至今 这都很难认论的 但这个并未阻止 很多媒体表明立场 相较之下 自1928年以来 华尔加日报 就没有支持过 任何总统候选人 华尔加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由1928年以来 都不支持 为什么这帮 华盛顿的 邮报的读者 要 Wall Street Post 支持 因为他知道 现在 是唱的爱兵 卡玛拉是在输 你还不想选 你还不支持 那就是倒米 就是他用这样的方式 左派是这样的方式 去想 华尔加日报 可以说是非常 每一个报纸 每一个老板都有自己决定 知不支持的能力 这个 支持又可以 不支持又可以 我不会怪 但我只是 极左派 想利用这件事做新闻 第四样东西 刚刚说的 第四样东西 卡玛拉 在Houston 在星期六的时候 不是去了Texas Houston 星期日 27号才去了 Filadelphia 在Houston 造势的时候 尤其是 25号 已经开始了 25号 当时是 他造势的时候 有一个支持者 就是 卡玛拉的支持者 对着 坐在婴儿车里面的幼童 咆哮 令到现场观众震惊不已 根据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的报导 事件发生在 侯斯顿的 这个 磕牌能源球场 Shell Energy Stadium 外面的地铁站 当日 美国天后 Beyonce 不逼昂斯 台湾叫 Beyonce 现身站台 为卡玛拉背书 吸引超过3万名的支持者到场 但你知道 Beyonce 去到现场 她应该受到一个唱歌 其实不是唱歌 她只是说 我之前 就好像 找吴康仁 这个影帝 跟大家打鼓一下掌 找陈奕迅 杨千华 这个什么鬼 这个其他人 就是 容祖宜 这个地方 为这个国安法鼓掌 你觉得 找那些歌声来 或者找谭永远 Alec 或者什么 来这个地方 Alec 七十几岁 不知他扑什么 扑两次 无论如何都好 你找一些这样的人来 来做政治的宣言 他是个个性 他不是政治评论人 他都没有个人的分析的特长 你凭什么去找Beyonce 只不过是说 很多人支持他 万人迷 他来 很多人就跟他投票了 说真的 物以累累 你通常都是物以累累之后 你巩固原有基本盘 你很难说 因为共和党人支持Beyonce 因为Beyonce 认为要投民主党 所以我要跟Beyonce 投民主党 不会的 是不是 你今天就算支持 陈奕迅 你都不会支持 新疆练 是不是 人的心是很复杂的 不是说 你今天有个偶像 于是他讲的一切就对 所以我都说 我虽然打你的帽 我不是特朗普粉 特朗普粉 Fans的定义就是说 凡特朗普讲的都是对的 无粉 杂粉 就是说 只要他们这些专制独裁者 讲的都是对的 一句 一万句 我不会这样说 特朗普也都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是会有批评 未来他当选 我们都会监督这种东西 但是有很多人冤枉他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说他是什么 Fascist 说他是完全独裁者 完全荒谬 我想为什么会这样攻击 因为他们就害怕 因为他们怕 losing their power Beyoncie当然不是政治人物 但是他可能是蠢 或者人家给了一笔钱给他 或者是给他的名声 这么多人暂停他 所以这件事是他喜欢的 他真诚相信 卡玛拉是他支持的 没问题 但是你这样做法 作为一个歌星 是不应该的 讲真 哪个歌星 哪个歌手 会抛个身出来做这件事 除非 你要坚定的value去做 你绝对有权做这些事 我再说一次 First Amendment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speech 你当然可以说 任何人去站台做这件事 但我认为一个歌星 你这样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 是绑了你 除非 你对于他的价值 是相当信仰 而当你走进去极左派在这个框框里面的时候 人家怎会看你呢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你说Lee Greenwood 都是帮 Trump 明白 OK 但是Lee Greenwood 他由始至终 对于共和主义 对于这个保守主义 对于这个 Republican信用的价值 由始至终 都是非常 强调 很多country songwriters 在美国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都是支持 共和党的 你说 很多华裔的人 没办法了解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朋友 在里面 有的都不了解 别人的 这些人的想法 所以我想 很多的华裔人士 不要再说话头话佬了 深入了解 美国是什么 美国不是加州 美国不是叫做 多元平等包容 美国是有一套 和基督宗教息息相关的 观念秩序价值 你不了解这一点的话 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美国 你了解美国 都是一些 新的人类 他们的圈囂 而在大潮流里面 他们是逆流 而这个逆流里面 全世界可能视为主流 因为欧洲 加拿大有多少左交 但在美国来说 可以这么说 这是逆流 美国之所以站得稳 因 God we trust 所以成为一个世界的好的帝国 好的帝国 好的一个大国 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 strong values 和他宣传的这套价值 这套价值根本 不是美国马克思主义 不是进步主义 不是进步派 而不是多元平等包容 而是什么呢 真正的美国价值 不是想做就去做 世界大同 这些不是美国价值 美国价值是真善美性 讲真话 行公义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合 这个才是真正的美国价值 而每个人在自由竞争里面 获得自己应该要做的事 不同的枯息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信念 和上帝的关系都是平等的 他们的生命身体自由 尊严 财产 名誉 都要受到保障 不要用一些 所谓的环保论 批判种族主义 批判这个所谓性别主义 去搞坏这件事 男人有卫生间去的厕所里面 跟着呢 有些男性 就是参与女性的一些 运动比赛 虽然特朗未必说 所有的都对 但我会说 真是有男性 参加了女性的运动比赛 甚至 这节目 即不是说台湾和土耳其存在 说其他的情况 真是有 而同时 持枪权的问题 保障以第2修正案 保护第1修正案的关系 这些全部都很重要 我们没办法这个短的节目 逐一同大家讲 什么是保守主义核心价值 自由竞争 法治 权力制衡 对于人 有罪性的 深刻形式 不要以为人是 善良 用人的智慧 理性 奔向美丽新世界 这些是要得人的 所有改变要漸进 不要在一个自由民主共和机制里面 争吵革命 战争是不得已的方式 这些等等的价值 其实都是由 小到大 我在香港读这个圣经 一直到外面 接触到新的哲学思想 我都觉得这些是越来越 清晰的一套观念 这点是更加重要 人与神的关系 最后都会 绝对有最后的审判 希望大家都要明白 每个人都要 真善美性 这点很重要 那么 有一名身穿 浅蓝色上衣的女子 弯腰潮坐在 轻婴儿车的小女孩 咆哮 现场可见 多名支持者手持 Harris Walls的 竞选看板 虽然无法得知 这个女子具体说的什么 就已经显示 小女孩的父亲手持 麦克风 推测她可能在事发前 正在发表讲话 事态发展到这个时候 女同父亲 立即将婴儿 抱来婴儿车 一名同样手持 这个竞选看板的 看板的女性 挺身而出 将失控的女子推开 并以手势制止她 继续快点 现场传出有人大叫 你不觉得收钱吗 看一下 这个孩子的表情 那么这段影片 很多人在广传 就说她 骚扰幼童的行为 很离谱 有这个插曲 究竟什么行为导致 不知道 如果她是一个 左派的支持者 可能那个婴儿在哭 于是乎想骚扰的婴儿 这件事是极度不文明 不礼貌 而且是 野蠻 荒谬的行为 而这件事会是 相当残暴的行为 我想 大家就是看回 证据是在哪个地方 但我相信这一点 大家都要密切跟踪 第五件事大家要说的是什么呢 变口音 卡马拉·哈里斯也有很多的视频 在YouTube看到的 她会去北部演讲 就说北部口音 南部演讲就说南部口音 突然之间不知道什么上身呢 突然之间 在扮演一种不同的 尖叫的声线 或者沉稳的声线 整个戏纸 演员 这种情况 卡马拉·哈里斯在 宾州费城的一间教会演讲 我做这个教会邀请她 做演讲 邀请了魔鬼 进去这个教会演讲 叫做 捉蛇入宫 结果就是什么呢 完全是荒谬 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是什么 卡马拉·哈里斯全程 被人录影 后来听回她的口音 疑似改变 再到社群媒体引发热议 很多网友批评卡马拉 在英港中 使用了新的 牧师式的口音 每一次不同的地方 她可以做不同的角色 北部的做北部英文 南部的做南部英文 她去到教堂 做牧师英文 挺有趣 就好像跟大家讲道 一个极左派 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派 去到这个教堂跟大家讲道 是不是很荒谬的一件事 并将过去 多次的公开场合 改变口音的行为 相提并论 有很多网友 在做一些调查 Fox News 报道 卡马拉·哈里斯 在Church of Christian Compassion 基督教慈悲教堂演讲里面 向 非裔美国人 基本上是 非洲裔黑人的美国人为主 会众表示 昨天说的 距离大选仅剩9天 选民将决定国家美来 他演讲中引用《圣经》的诗篇 并被批评者指出 指出新的口音 他的语调被拿来 和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的风格作对比 这个并非 卡马拉首次因为口音 引发质音 过去很多公开场合 卡马拉的口音 都因为 因应现场的 形势和对象 而有所调整 印发外界质疑他的真诚度 他去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黑国会黑人党团的时候 有一种口音 去Detroit 劳工节 Labor Day 演讲的口音 就好像 Falkon Lacan 即是攻击警长的口音 这是一个漫画来的 引发了 动画来的 他引发了很多媒体 社会社会人士的讨论 人家问白宫的发言人 白宫都不理睬你 白宫现在是 帮着 拜登的 Karine Jean-Pierre 就说 即Saint-Pierre 就说 美国民众真正关心 经济降低成本 医疗保健 完全有回避问题 不说这件事 很多人 譬如你看回他在 CNN的专访 既那个 主持人 一直问着 卡马拉的问题 不断执着一些 对他不利的数据 不断想打断 其实卡马拉的一贯的做法就是 你说这些不利于我的东西 我就不断策划打断 希望你停下来 不要再说 不成功的时候 他就开始 扯开话题 即是说这些东西全部 就是 这部电影又说一些 假大空 高大传 一个云的东西 Word salad 语言的salad 对砌池组 最后一切问题的根源 也是跟特朗普有关 为什么这么多非法移民 特朗普 为什么经济 不好 又是特朗普 为什么这么多的环境问题 又是特朗普 为什么国际社会这么乱 都是特朗普 永远行 一定赢 这就是卡马拉所有演讲的特色 所以我就说 去到今时今日 他说 是啊 现在这个非法移民 是一个 有问题 支离破碎的制度 但是为什么要支离破碎 因为特朗普 搞到共和党人 不投票 支持我这个 撥款计划 第一 人家不支持你 是因为你要那些人 继续留在美国 特朗普的计划 就是要那些人 离开美国 去墨西哥 所以不会投票支持 这东西 那你说你不支持 贝款 Sorry 特朗普在四年里面 极度支持贝款 那你说 这个 猛声的时候 特朗普在任期中 什么年 都有非法移民的 升幅 是 但是升幅 远远不及 那个数字 远远不及 拜登来得多 而拜登当时说什么 美国要成为 难民 政治庇护的 杂散地 要成为大家 收容大家 因为疫症来到的地方 美国要有 道义责任 收容大家 整班人涌入来 谁知过 难道又是 特朗普知过 当然是 卡玛拉 和拜登之过 卡玛拉 他是副手 你都没有阻止他 你是 深战室的其中 成员之一 你没有责任 先知其 切割 省点 所以这个 就是基本的 批评 所以这个 虚偎的口音 你会看到 他的人是什么 第一 无料 无脑 stupid low IQ 这个就是 特朗普经常说的 真是stupid low IQ 你说 他真是stupid low IQ 世界上人有不同的 IQ 而他是偏低 真是偏低 他答问题 没有急财 说来说是三福癖 问人家 问你的东西完全 答不到重点 甚至 不懂用语言的 方式能够将 问题 答到 天花乱坠 之余 有了 而 含蓄 不会过太 特朗普是做得 很好的 这点 你怎样 开评他 他做得非常精彩的一个 一个人 另外我们会说到是什么呢 就是选战就来到了 未来这些候选人将会有什么搞作呢 预告有什么搞作呢 当然了 我们 有几样东西需要注意 10月旌旗还没完 10月还没完 所以第一 我是很担心有第3次的暗杀 我先跟大家讲清楚 I'm worried 因为 去到这么紧绷的情况 会不会说有些人 在这儿有不肖行为 想挑战 特勤局的执行能力 对于 两个候选人 尤其是Trump 去做这个暗杀的行动 这个要防范 第二件事呢 我们要防范就是 舞弊 我再讲多次 舞弊 OK 好多人 每每一个票商会出现问题呢 据我所知到现在传的很多消息 可能是俄罗斯传的假的影片 假的信息 我都讲过 我再讲多次 要看 两党 要怎样回应这些问题 如果你说 有个在宾夕凡人 有些 邮寄选票被人 烧光了 那你看 究竟共和党 民主党 两党怎样回应 如果没有回应的 通常是假消息 你给48个小时出来 看他们有没有回应 如果没有回应 是通常是假消息 如果是有回应的 Let's think about it 是真与假 看看 他们政党 究竟有什么证据支持 这些东西 那你看 有关于 各州 和联邦的政府 有什么回应 当然我知道 拜登当道 卡马拉当道 我们看 各界的回应 是什么 这有紧要 到今天 2024年10月29日为止 我看不到有明显的证据 是已经发现到一个 舞弊的出现 如果你认为有 我觉得未来可能有 我不是说未来可能有 我希望大家 打醒12分精神 去把有关的消息 能够 查证清楚 然后才公布 那么我做这个节目呢 都要本着一个 求真求实的精神 去处理问题 所以我可能 会遲些 才 这个 了解到 真是有 舞弊的情况 也都不会 跳键 即是 突然之间跳键 他突然之间说 哎 舞弊 我不要做这些 我不是那些 KOL 你不要叫我 KOL I don't want to be called KOL 我喜欢做的就是一个commentator 一个踏踏实实去做事的一个评论人 那么这一点是重要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我们要记住就有几样东西大家明白了 未来的情况呢 我们会看到大家都会有个别的行动的 那么 先讲这个 卡玛拉 即基本上 卡玛拉去的地方在哪里呢 礼拜日 就是27号 就是Pensilvania 即是Philadelphia 这个是最重要的 另外就是说呢 他都跟着就去Michigan 然后 在华盛顿DC 在首都 就会有这个 礼拜二的closing argument 他会有最后的结变 即是他会去North Carolina南下 去到北卡州 跟着去上面的Pensilvania 再去北边的Wisconsin 那就是说 North Carolina Pensilvania Wisconsin 就是 星期三 做完的 星期四 就是Nevada 和Arizona 看看他会不会掉 你想想星期三要三个周 North Carolina Pensilvania Wisconsin 星期四 就是Nevada 和Arizona OK Trump是怎么样呢 Trump 刚刚 纽约 Medison Square Garden 很清楚 27号 星期日 星期一 28号 Georgia 星期二 Pensilvania 星期三 Wisconsin 星期四 Nevada 星期五 再是Wisconsin 星期六 Virginia 这个分分钟会翻红的州 千万不要以为很坏 相差很少 这些情况 我们看回 星期日会怎样呢 再排 但我们会看回 这几 超级星期日 很重要 但去到星期日之前的日子 刚刚我说的这些日子 每一个地方 至少 一场Rally 有些地方可能有两场 至少一场Rally 你七十八岁试一下 你练足 两三个月 日日这样跑 一日跑 还经过跑马拉松 还经过跑三航铁人才 日日都要容光满面 精神焕发 多热 多闷 多通爽 多冷 日晒雨淋 你都要面对 你想想你的团队要多少人 去安排多少件事 一个Medicine Square Garden 都要安排多久 这个非常难 现在 超过4100万的美国人 已经是投票了 全国来说 通常民主党人 会在提前投票 会有些占优的地方 而共和党人 就是 比较劣后的 但这次 特朗普改变一切的策略 就是说 共和党人都是投票 但怎样说共和党人 最多人投票的日子 就是在11月5号 希望当日 turnout rate 会更加高 而我看回 现在 各州 尤其是 乔治亚州 Georgia 和北卡州 提前投票的投票率 已经破了纪录 尤其刚刚说的两个摇摆州 由于共和党 支持者的一种参与 你会看到是相当强劲 这一次 总投票率 会不会很高呢 现在都很难去确定 但我相信都会 颇高的 甚至最高都未顶 那Let's see 但可以肯定就是 今时今日 这一种就是 我们的精神 你问我会怎样提醒大家 经过几天思考之后 提前投票 亲身投票 OK 提前 亲身投票 希望听见这个节目的人 都明白到 美国 或者我的生命 或者香港的未来 掌握在你手上 我们不可以说 美国的 永远是说 它是怎样 台湾就有救了 我不会这么简单 做这样的 cosal relationship 但美国是哪个当政 是跟台湾 如何采取新的决策 非常有关 香港人也是一样的 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样的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所谓的 大锤砍下去的时候 还是有些不比喻 拜登就用小刀手术刀 逐个刮一样 特朗普就用大锤砍下去一样 用手术刀去刮 你刮到什么时候 刮一下之后自己收钱 吃奶 那我问你 那些是怎样计 一下子砍爆它 但是砍爆它 有过程的 不是突然之间放几个机弹 炸北京炸上海核沉 搞定 当然不是这样 你这样搞法会有很多难民 冲出来的 大佬 你小心点 所以我们不是要战动战争 我们不是一些战争反子 重点就是 为 门 税 列 签 为 关税 阻合 去到某个地方 如果你做次 你要攻台的 借这个机会 灭了共产党去 所以我说灭共产党最重要的就是 习近平先出兵台湾 我都会在台湾 攻防其胜 说得出 我们就会好好做得到 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面对这件事之余 最重要是什么呢 协防 而台湾那些鬼 贼 完全受控制 然后呢 顶多一段时间 之后我们再去处理有关的问题 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所以未来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 跟大家报告 不过今天先说到这里 明天呢 我们再跟大家讲新的议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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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